他是拳网四大恶人之首 一个承恶扬善的海南军阀 一个帮村民解决收成问题的木瓜大盗 他就是大漠叔叔 一开始大漠叔叔只是在网上 向大家辟谣民间偏方 他箭走偏锋 亲自演示被蛇咬后用草药进行治疗 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呢 用刀切个十字呢 把血吸出来 如果没有条件呢 也可以对着伤口呢 直接吸出来 伤口爆炸好了以后呢 一定不要剧烈运动 然后记得 一定要找一个阴凉的手底下 静静的躺的 然后过了五分钟 你就死了 这种高明的语言反转艺术 传播效果极好 也让他收获了大量人气 那大漠叔叔是怎么变成海南军阀的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 他和华农合作的节目 从此大漠叔叔就解锁了他的村霸属性 开始帮村民们做宣传 解决食物泛滥 众所周知 海南的夏季非常闷热 也正是热带水果成熟的季节 为了防止出现食物过剩 好心的大漠叔叔 经常不计报酬的劳作 无论是被台风打掉在地上的 还是好好长在树上的 没有一颗木瓜能活着走出大漠叔叔的视频 这里 你看下台风 台风把他打倒了 都掉在地上了 浪费了浪费了 大漠叔叔作为称霸一方的木瓜大盗 脾气自然是相当的大 对于那些看不惯的人和事 他都会主动出击 看到路边小伙子年纪轻轻出来 他在乞讨怎么办 墨叔选择上前 年纪轻轻的 有手有脚的 烤街上要饭来了 起来 起来 做为网红警察 墨叔能够做到接地气 让宣传从轻松的梗中走出去 难怪能收获这么多人喜欢 他是海南首屈一指的军阀 只要他发号施令 就能召集所有村民 遇到村里攻击打架问题 直接嫁火进度 解决根本问题 为了让路边的小伙下载反诈骗APP 直接把小伙拖上了警车 他就是大墨叔叔 墨叔一边化身海南恶霸 一边变身正义人士 他真的是警察吗 墨叔原名李文哲 他不仅是一线警察 还是丹州市的网络代言人 曾经荣获四个一百优秀政法新媒体 江湖上流传这么一句话 忽有法外狂徒张三 皆有海南军阀墨叔 就可以看出墨叔到底有多暴躁了 墨叔每天最大的任务 就是寻找在逃粉丝 并且把他们抓起来 最夸张的一次 竟然一次性击拿了90名在逃人员 而且其中还有人在审讯的时候 向墨叔表白 称很喜欢他的视频 除了鸡拿逃犯 村民们所关心的问题 就是大墨叔叔关心的问题 比如村口的公鸡一直在打架怎么办 大墨叔叔就闪亮登场了 不到几秒钟 涉事公鸡已进度 一句我看到就是我的理直气壮 在海边 遇到小孩子好不容易抓到的水母 墨叔三两下就遇捅端了 在荔枝园 遇到荔枝泛滥的问题 墨叔也是不辞辛苦的过来帮忙 在路上 村民们刚好牵着一只迷路的小羔羊 墨叔也赶紧帮小羊找到真正的归属 让他们化身烤全羊 这还没完 最近墨叔又开始搞事了 你知道吗 这个让海南村民闻风丧胆 把我没威胁你吧 当口头禅 却又被近千万人喜爱的海南军阀 墨叔又要搞事情了 墨叔作为一个警察 曾因去停尸间 让死人开口说话而走红全网 后又因打得了假 拿得了枪 潜得了水 还能开飞机 而被网友们称为神一样的存在 而现在 他又靠着这十八般武艺 绑来了非法越境的犯罪嫌疑人 赚取到了柳州警方的万元奖励 吓得网友直呼 完了 墨叔的势力范围要扩散到广西了 不过你真以为墨叔是这般的霸气逆天吗 只能说你被他的表象欺骗了 这些都是他为了让大家耐心地 看完安全知识而耍出的手段 真实的他其实是这样的 大疯天哦 千万不要站在椰子书底下 因为你站在椰子书 如你所见 墨叔常常干一些十分正经 却又很无厘头的事 别人总是让绑一大哥点点关注 而墨叔就是与众不同 大家给绑一点点举报啊 钱多到处刷刷刷刷这些东西干嘛 贴心的墨叔还会身体力行 用自己的惨痛教训告诉大家 不要挑衅警犬 在户外看到我们警犬在工作的时候 甭管他有没有攻击性 大家一定不能有这种挑衅的动作 就毫不如说现在有一只 AK就在这里 我跟他很熟的 你看我的 虽然是警察 可是墨叔并没有任何关枪 又十分的接地气 使得他轻松的进入了百姓 又让宣传从轻松的梗走出去 你们喜欢这样幽默 又一生正气的墨叔吗 其实不是不错 这种天然的话 好 我感觉好 嗯 那么